2019年的12月5号 今天我用笔记本讲 所以呢这个声音可能 可能这个不如用Mac号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啊 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今天突破趋势了啊 突破趋势 前几次都错了啊 你看这破位趋势低点 突破趋势高点 这是第二次 破位趋势第三次低点 突破趋势高点 破位趋势低点 突破趋势高点 破位趋势低点 这是几次啊 七次对吧 前面是七次 这是第八次 这是第八次啊 你仔细看啊 前面七次全错了 一次都没对 前面七次啊 正常人的逻辑呢 是如果错了七次 是不过七 虽然说是不过七 如果错了七次 你就别说错七次了 错了三次就不敢用了 对吧 现在这个趋势连错七次 但是呢 我建议大家 在上周 建议大家 要立刻调整 震荡策略到 三变策略 大家不都不敢用了吗 好吧 我们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我们来用 我们来用 但我并不确定 是在第八次好用 所以啊 你不要忘记 这个逻辑的问题 它连错七次了 在最近的一个阶段里 趋势操作就是噩梦 但是呢 你要意识到 震荡时间半年了 在震荡的这个期间里 趋势都是不好用的 可是 当连续的不好用之后 趋势将迎来好用期 我也管它叫做红利期 这个难点啊 不在于它到底 会不会转变成趋势 趋势 对吧 从震荡转换为趋势策略 难点不在这 难点在于什么时候转换 能理解不 我说的是核心不 它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转换呢 过去你说最近三个月 已经错七次了 这是第八次 我们从第八次开始遵守策略了 开始遵守趋势了 第八次是吧 但我从来没有说 一定会在第八次就就就就进入到趋势的好用期 我没有说过 我没有这么说过吧 也有可能是第九次哦 也有可能是第十次哦 也有可能是第九次哦 也有可能是第十次哦 这不关键 关键就是我们要提前于市场 市场 市场现在目前还没有进入到趋势的红利期 但是我们提前于市场把整个的交易策略 战略进行转换 并且准备好 再错个一两次 你要是想一次都不错 那就代表了 从正当期到单边期的那个十级的选择 你能够做到完美无瑕 可是我个人觉得反正我做不到 你们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 好吗 我说我做不到 但是呢 一般人还不如火呢 想不到这一点 他就觉得这个趋势都已经连错七次了 我在用 我是不是脑子有病 我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坚守趋势 第八次也不一定对 第九次也不一定对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呢 就是由于趋势出现的反复的出错 或者是反复挨打的次数多了 有一点可以证明 就是距离趋势好用的阶段就越近 挨打的次数越多 他就以好用就越近 能理解的答异 所以我反复反复跟大家讲这一块 反复反复跟大家讲这一块 严格遵守趋势 今天趋势突破 不要再研究买不买的问题了 趋势突破按照规则就是买入 不要研究买不买的问题了 研究怎么买 买什么 对吧 你可以在今天尾盘的时候买 我大概在14.50的时候 说了一大堆 相对确定的话 就是已经确定趋势突破 已经确定趋势突破 你也可以明天一开盘买 没问题啊 没问题 因为 它的趋势是否突破 是按照收盘价格 所以尾盘买和明天早盘买 都是对的 什么时间都可以 好吧 所以你现在不要再研究买不买的问题了 就是趋势突破 买这个动作已定 已成定局 好吧 这就是规则呀 规则不存在默棱两可 行就是行 不行就是不行 但我刚才说了 我不确定第八次一定对 前面七次都错了 我不确定第八次一定对 有可能是第九次对 第九次对是什么逻辑啊 就这个地方又错 然后再往下走 这就是第九次 在向下破位趋势的时候 第九次 如果第十次呢 就是再往上走 突破趋势 这就是第十次 能理解不 理解的打三 不理解的打四 所以我没有说这个第八次一定是对的 我说这次胜率是并不高的 我没有说它一定是对的 但是呢 我建议大家 当别人不敢坚守趋势的时候 我们应该重视 并且把趋势作为主要操作策略 这里有很深的哲学思想 这个哲学思想就是平衡 市场不会永远都是震荡式 也不会永远都是单边式 震荡一段时间就单边 单边一段时间就震荡 我们其实今年做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年初的单边上升全部把握 单边下跌全部回避 中间的震荡 我们把震荡对趋势带来的损耗降到最低 现在我们又全部又重新的回到趋势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战略性的判断呢 还是不错的 当然你没有看到效果了 对吧 别着急啊 别着急啊 给点时间好不好 其实会给你效果的 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向下 套不住你 向上还甩不掉你 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吧 但是其实在震荡期里 就反复挨打呀 你虽然说 这也很难受 所以我们把这个震荡期间啊 就是连错七次咱们都没错到 第八次 别人不做了 别人不用了 我们用 就是这个逻辑 好吧 你别肯定的说第九次好用啊 这个十年态度决定一切 不要肯定的说第九次好用 对啊 因为现在呢 我很担心的大家有先入为主 就是过于主观 我其实虽然说判断ABC 但我绝不会死守 就认为市场航行 就走ABC 不走ABC 市场就错了 我是对的 市场错了 哪有那回事啊 在市场面前 我们都 如蝼蚁一般 是吧 我们很小的 市场很大的 所以呢 市场永远都是对的 尊重趋势 就是尊重市场 只不过尊重趋势 其实这震荡期很难的 不那么容易 很难的 现在来讲呢 就是说趋势挨打的 至少趋势挨打的 主要阶段过去了 后面你 该挨几次就挨几次 对不对 你这个震荡期到 趋势单边期的 这个时间的 时级的选择 是不太好选择的 你别看我说了那么容易啊 但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时级的选择 是不太好选择的 你要么早就要么晚 对不对 早比晚强 早无非就是再打个一两次的 你打一两次 你比方说现在你加 四成仓 再破趋势 你再减四成仓 你能赔多少 你算一算 你能赔多少 你好好算一算 就比方说第八次不对 出现第九次 第八次就算挨打了 那你能赔多少 第九次如果不对 再到第十次 你能赔多少 对吧 所以说前面那么多次啊 都没打着 你这里呢 还一点不想挨 只有一种情况 注意啊 你如果不想挨打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震荡期到三边期的过度的时机的选择 你精确无误 你刚好在转折点上进行了交易思维的切换 你刚好在这个时间上 但我认为呢 没有这个第一 没有这个本事 第二 我认为呢 这样做会有很大的风险 就追求完美会有很大的风险 所以交易一直不是完美的 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交易一直不是完美的 交易很真实 你要衡量风险和收益 再进行了详细的衡量 风险和收益之后 在近期 我决定 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 严格遵守趋势策略 后面我们会严格遵守趋势 注意啊 这次我觉得还好啊 还好还不错啊 你比方说 这次向下破位趋势了 然后再向上突破趋势 我们就得满仓 对吧 现在呢 就是说没有破位长期趋势 向上突破短期趋势了 咱们现在 短期趋势只代表四成仓吗 严格遵守也是只买四成仓吗 我们现在还是六成仓 还好啊 还好 这次的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但是呢 你一定要明白 现在不是理不理成功率的问题 现在是要 风格转换的问题 尽早转换啊 尽早转换 不要晚 不要别人都看明白了 现在是趋势行情了 你再转 那就晚了 那就晚了 好不好 就整个的这个逻辑啊 今天再跟大家讲一遍 所以呢 结论是 今天已经突破趋势 不要研究买不买的问题 研究买什么的问题 好不好 纠错标准也很简单 对吧 突破趋势买入 破位趋势纠错 先简扬一下纠错的标准 破位趋势纠错 有人说那顶部结构形成 是不是也可以卖出 那不属于纠错呀 那属于就卖出 正常卖出嘛 好 第八次 第八次啊 第八次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啊 因为这九十分钟出现了 纠短序列的高期 九十分钟啊 九十分钟 六十分钟其实出高九了 六十分钟 但是六十分钟的高九呢 它的级别比较小 所以这九十分钟的这个高七呢 级别比较大 它排名第一分啊 就排名第一的九十八点八 这六十分钟呢 倒数第二 所以差别还是很大 然后是高七 六出现了中阳线 所以呢 它出九的概率仍然是大概率 时间应该是明天的下午两点 明天的下午两点 也代表了明天早盘是可以追的 或者是可以买的 但是明天下午两点这个时间 你说你没买进来 你就不要在这个时间再买了 好吧 就序列啊 序列 好买什么 关于买什么的问题啊 第一 可选择金三胖 第二 金三胖我们说了啊 进攻的排序是证券第一 保险第二 银行第三 但这一波以防守为主 银行第一 保险第二 证券第三 这次还是防守为主啊 进攻的时候自然会输了 没啥大战意啊 没啥大战意 给屈子点面子 好不好 第二个呢就是说除了金三胖以外 你可以选择价值优选和龙头基因的重叠 好吧 就是今天呢 你如果明天买的话 要看明天的 明天会变 不一样 不一样 这些股票呢 有的有的有的没有了 就明天会变 你什么时候买股票的时候 什么时候点天时选股 然后点这两个 把这两个都点亮就行了 特别简单 好吧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据此交易 后果自负 很高兴今天下午14点50的时候 我说我确定趋势已经突破 基本确定趋势突破的时候 行情没有涨 涨完之后又又很多傻啦巴唧唧的 学员就开始说 老师你看你又把行情给输上去了 欲加之罪 所以像这种言论啊 我告诉大家啊 以后我发现了之后 直接纪念三次 怎么了 有坑爹的 有坑儿子的 你还想坑老师啊 不服你就试试啊 不服 傻了吧唧 好吧 这不过脑子是吧 不过脑子是吧 不过脑子是吧 我们有时候管的要猪对有 那你 那你 你怎么解释今天为什么就没涨 你怎么解释 涨上去你就怪我 跌下去就是你又怪我 跌下去就是说 他的说法是什么说法呢 大家看啊 涨上去就是说 老师你看大家一起买 然后到这涨上去 如果跌下去了 老师你看主力针对于我们大家一起买的行为 针对性的给反向操作了 你们听过这些话吗 听没听过 你说能不能把别人气死 就今天好 今天没涨没跌 是吧 就今天好 中文有啥子关系 所以我说就欲加之罪嘛 以后不要这样说啊 以后不要这样说 凡是这样说的 基本上就 禁言三思啊 不会说话就不要说了 好吧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战略的转换 很有意义啊 很有意义 你可能短期看不出优势 但我建议大家坚持下去 好吧 趋势坚持下去 马上就要进入到趋势的红利期了 不管是第八次还是第九次还是第十次 反正前面打七次了 我们都没挨着 那你从第八次开始 你怕什么 你到底怕什么 跟他妈拼了 跟他妈拼了 好不好 好了 关于为什么买 讲完了 关于什么时候买 讲完了 关于买什么 讲完了 很详细吧 很直接吧 咱不干那种默了两可的事啊 有问题可以问啊 问题可以问 通道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啊 默默的沉默完成理想 这个学员问的 通道没有那么复杂啊 其实我原来说过 对于通道的设计思想 我说一条线呢 它会稳定性差 我们趋势的解决 就是把这条线变粗就行了 老师再说说纠错 破长期趋势还是破短期趋势 你突破短期趋势买入的 自然是破为短期趋势卖出 你破为长期趋势卖出的 自然是突破长期趋势买入啊 你的趋势一定是对应的呀 假如如果震荡行情 再持续两个月呢 没有关系啊 我刚才说了 别人爱打了其次 我们现在至少这次 还没确定爱打的吧 没确定吧 如果再打两个月 如果啊 他们至少打迷糊了吧 我们还是有优势啊 对不对 想想对不对 所以呢 你的问题是在于怀疑 对吧 怀疑这个战略性的转变 对不对啊 当你看明白对错的时候就晚了 明白不 你看 你一定要目光要远一点 你不能只看现在 好不好 三胖的防守 进攻顺序忘了 防守就多买银行 把银行放在第一位 进攻就多买证券 保险 天天老二 能记住了不 金三胖啊 银行证券保险 金三胖 别人也用趋势 对 我知道别人也用趋势 但是其实大家会发现呢 趋势用的人 用的好的人不多 不多啊 为什么 就拿最近三个月趋势被打棋刺 正常一点的人就不敢用了 能还继续用的人 我觉得都挺牛的啊 都不正常了 牛的都不正常了 性格很坚毅啊 很坚毅 或者什么 很傻 其实傻一点没错 没错 资本市场里 聪明的人太多 傻的人太少 都以为自己很聪明 都以为自己行 然后被市场狠狠地教训 你说今年市场 教训咱们什么了 你告诉我 教训咱们什么了 今年的市场 对吧 你仔细想想 所以呢 整个来讲的就是 对今年的整体判断啊 还是不错的 这里呢 一旦从震荡思维 调整趋势思维 严格遵守趋势之后 我觉得这个 后边啊 我都不怕了 来啥都行 往上 走和往下走 都没问题 来啥来啥 来啥我都接 你就一点都不怕了 其实呢 就是说 在这个震荡期间 是很难处理的 特别难 这行情走的 很难是吧 大家也发现了 这个行情走的特别难 你怎么做都不好做 但是这段期间呢 我们终于度过去了 这半年啊 熬也好 不舒服也好 没事干也好 打酱油也好 我们终于给他度过去了 度过了这个阶段 其实就是胜利 当然大家的判断 不是这样的 大家的判断就是 你让我挣到钱 就是胜利 对吧 很多人都是这样判断的 这个怎么解释呢 谁不想挣钱啊 你告诉我 我不想挣钱吗 谁不想挣钱 来到证券市场里 有这么多投资者 谁不想挣钱 那你怎么挣啊 黑毛白毛 抓到耗子的 就是好猫 这些话都废话吗 前两天有一学员问 永远不让盈利 变成亏损 我说这句话 就是废话呀 高抛低息 是废话里当中的亡者 最大的废话 就是高抛低息 所以这个具体啊 革命怕具体吧 就是我们具体怎么操作 一定要是有逻辑的 我觉得今年的 整个的操作的逻辑 和节奏 以及风格的转换呢 还是不错的 所以现在来讲呢 只要大家 把震荡的风格 开始切换到趋势策略 并且严格遵守 我对大家就一点都不担心 打两次就打两次 人在江湖飘 哪有不挨刀 行不行 打两次就打两次 认不认 你只想拥有趋势的红利 不想趋势挨打 凭啥呀 你告诉我凭什么 风险跟收益一定是成比例的 所以今天我把这事明确了一下 明确了 其实近期一直在讲那些事 近期一直讲这个事 遇到您是缘分 有您很安心 挨打也认 没问题 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建议 我只是建议 你不要说 老师你看我听你的 虽然说不对挨打了 但是我不怪你 你凭什么怪我呀 你正想给我不 我想起昨天那个罗永浩 罗永浩这个说 说这个很多的评论他 评论他 然后大言不惭 然后有的还帮他说好话 但里面的内容就是各种损 各种排挤 各种损 各种排挤 说风量话的人很多 社会上也是 说风量话的人很多 我一直跟大家说 不要评论别人 不要评论别人 咱们不干那种事 咱们不干那种事 坐着坐着就没钱了 你要满仓了就应该没钱了 你要有钱就没满仓了 对不对 那我们 迟早有一天会满仓的吗 不一定是现在 但是未来迟早有一天是满仓的 不满仓那还叫投资者 那还叫股民吗 这个没停课吧 现在已经在短期 长短期趋势之上了 按理说应该满仓 没停课吧 短期趋势只管四成仓 刚才说的很清楚 长期趋势就没破 如果破了之后再上来 那就是满仓 人家就没破 所以短期趋势只管四成 你现有的仓位加四成仓 就是按照规则 好不好 再次跟大家说 这次操作的胜率不大 网上还有日线 顶部结构 120分钟顶部序列 90分钟顶部序列 但你一定要明白 就算胜率不大 你都愿意遵守趋势 就这个道理 你要回家好想 今天课完上完课 大家回去就想这个事 如果你明知胜算不大 但你还是愿意遵守 严格遵守趋势 你把这个事想明白了 这一个阶段的 整个的操作思路就通了 好不好 把它想明白去 想不通啊 那我也没办法 关键你得想啊 我让你今天回去想 你还没 这还没到半分钟呢 30秒还没到呢 你就说你想不通 OK 你想了吧你 那大家今天回去想 不就是让你深入的思考一下吗 你深入思考就30秒啊 你以为你是霍金呢 你以为你是 不说了 不说了 脑子里瞬间想起了爱因斯坦 牛顿 但我觉得 跟他们比 其实没必要 是吧 没必要 好吧 不多讲了啊 决策以下 清晰 简单 直接 那蛮符合我们一直以来的风格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 明天再见